弄起了差不多将近有一百个名字 他的名字怎么那么多呢 他根本就名字没有名字 随心想了想个什么他就写个什么 也许一生的这个名字只用过一次 告诉你没有名啊 不要执着名啊 破我们对名字相的执着 所以我们在看专记里面 人家收集到的 他给人提字落款的 我看有七八十个名字 那么这些呢 都是从释迦牟尼佛伦里学来的 下面说 祝福物质 在佛祝物物什么 就是物前面二十四个字 真的清楚了 真的明白了 三身云显了 三身是发生 报生 印花生 云云满满的显示出来了 我们现在 有没有三身 给祝福一瓦 我们是不是也像祝福如来来圆弦呢 圆弦你自己不知道 佛有三身 我们也有三身 如果没有三身 怎么会有这个现象 决定不能说佛有我们没有 没有道理 佛有我们也有 佛有无量的智慧 我们有无量的烦恼 烦恼 烦恼跟智慧 是一桩死去看 无聊了 烦恼就变成智慧 迷了 智慧就变成烦恼 所以我说 佛有无量的智慧 我们有无量烦恼 一桩死去看 经常不是说吗 烦恼就菩提 我们跟佛不一样 迷雾不相同 一点没缺少 他有智慧 我们有烦恼 他有涅槃 我们有生死 生死即涅槃 一桩死去 他有三身 我们也有三身 所以迷雾这个境界 奇妙无穷 真有味道 重三迷死 在六道循环 虽迷雾之有书 迷雾差别很大 而献献之无别 前面这二十四个字 众生跟佛没有差别 确实是一样的 不一样就是迷雾 那这个迷雾转 转了境界 也就是说 我们同在一个平等的一条线上 一样 像弹琴一样 一条玄上 佛这个玄没有弹动 我们这个玄弹动 怎么弹动 还是这一条血 没离开 众生跟佛有什么差别 主细细在这个上面体会 借力信心 你这一生成就就很圆满了 决定成就 今天时间到了 再去讲到处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